印度有貌成为世界第四,三年内将完成在人上天,预计还停留七天。 一直以来,我们在提到印度的时候,都认为这是一个神奇又奇葩的国家,因为印度总是会做一些让人无法想象的事情,但是少是量力而为的。 然而谁会想到,印度居然会将目光关注到了航天业上,称印度也要完成在人上天工程,而且计划在三年内,就会实施这一计划,并且还会在太空中停留七天的时间。 这不就是说,印度有望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将预航员送上太空的国家吗? 然而印度的这一想法和举措,居然遭到了印度网友的强烈反对。 许多印度人就表示,自己国家不应该和发达国家争强而弱,称国家应该量力而行,那么印度目前到底是否具备这样的实力呢? 首先在这人上天工程,绝对不是靠嘴巴说说就可以的,需要有强大的资金作为后备,并且还需要一定的技术。 而印度目前免产提供资金还是可以的,但是说到技术,这平印度一个国家的力量自然不小, 因此,印度目前已经和俄罗斯达成了合作关系,由俄罗斯来提供主要的技术,但即便如此,留给印度的工作依旧非常的多。 印度目前还得去挑选身体素质非常过硬的宇航员。 然而在此之前,印度根本就没有过挑选宇航员的经验,即便这时候去参考,借助其他国家,但是宇航员在执行上天工作的时候,肯定也是非常没有底气的。 那么印度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件车利不讨好的事情呢? 多数网友就表示,印度是非常想要给予证明,自己国家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,并且也很想要提升印度整体的知名度和实力。 说的通俗一点,就是不想让自己国家落后于其他国家,尤其是巴基斯坦。 众所周知的是,巴雪同我们中国有着良好的友谊,而巴雪虽然没有办法将宇航员送上太空,但是中国却可以给巴基斯坦提供技术。 那不就是说,巴基斯坦马上就会超越印度了吗? 然而,印度同巴基斯坦一直处在比较敌对的关系上,从各方面来说,印度是要领先巴基斯坦的,又怎么能够在最为关键的航天业上被巴基斯坦超越呢? 大家觉得印度有必要这样去做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挨赞哦。